臺灣聯盟 歡迎各位來到總統府 記得第一次跟公孫們主任見面 是在今年 9 月 八國國民議會 由臺小組的塞沙里尼主席來訪的時候 那時候公孫們主任剛來臺灣 第一個上班日就陪送重要的貴賓來到總統府 今天很高興跟公孫們主任再次見面 我要代表臺灣聯盟歡迎您到臺灣 跟我們一起為臺法的關係來努力 公孫們主任上任還不到三個月 但是已經拜會了好幾位中央部會首長 走訪過的縣市 除了北部 南部 東部也都有去過 相信公孫們主任豐富的主委直立和行動力 在您派駐期間 臺法關係一定會更上一層 這三年多來 法國和臺灣在文化 教育 人權 科技等各領域都有密切的交流 像是法國的葡萄酒 在臺灣也有很多的粉絲 不只是法國的美酒 這個月還有法國一流的新創團隊來交流 這個月剛舉辦的《法國創新週末》 把法國的創新生態 跟臺灣的創新圈連結起來 不只是雙方在臺灣交流 臺灣獲獎的團隊 也可以到法國接受培訓 我要特別感謝法國在臺協會的協助 讓兩國可以攜手合作 共同邁向新創科技的大國 另外 在金融科技發展上 我們很高興今年的臺北金融科技展 第一次有法國公司參展 金融科技正在起飛 在這裡 我要邀請法國跟臺灣加強交流合作 一起來掌握趨勢 協助產業蓬勃的發展 最後 再次歡迎公司孟主任來臺旅心 也祝福一切順利 謝謝